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可以称它为台湾的启白石 我们在1941年的出生的 那是在日本 这二次大战的前后 那个时代 台湾基本上最辛苦的时候 尤其我是出生在那个山 我们是独立家屋 两三公里的方圆 就是没有住家 两公里外的住家 我们说是邻居 所以在那个环境 大概要一公里多 两公里的路到学校 下课回家 还要放牛吃草 所以那个年代也非常辛苦 有些我们是做山的 种树树 看田田 我爸爸我妈妈 虽然是种田的人 但是他们好像 基本上他们有那种绘画的喜欢 是这样子 我想我也有那个基因 李古摩 1941年出生在南投草屯乡下 一户农家 从小对于画画便有浓厚兴趣 喜欢四处涂鸦 被交付放牧的任务时 趁着牛去吃草 他也会剪个小石头 往大石头上画图 大自然里的山水花木 虫与鸟兽 都可轻易画得出来 有时代表学校参加画图比赛 常获得奖励 初中毕业后 他没有继续升学 恳求父亲同意 容许他正式去拜师学画 那我学画基本上 我不是学院的 基本上都住老师家里 就是过去的那种师徒制的 那种方法在学画 一方面学画 一方面学人家的生活 人家生活怎么样子 带人处事接客什么这样子 你看真的假的 我经营了 我经营了 我们来知道